宋小亮,23岁,航山的人,远东职业技术学院,一笔用韩语,大专。 韩语水平怎么样? 很差。 你毕业了吗? 还没有呢,现在是实习。 就是马上就毕业? 对,今年六月份毕业。 今年六月份毕业。 差到什么程度? 就是会一句吧。 会哪句啊? 我跟他翻译。 但我不保证发音正确。 除了这句之外呢? 才能中够的语言。 我想问一个问题,念韩语的只会一两句韩语,还能毕业的吗? 为什么能够毕业? 因为我一直在学校里面就是弄一些晚会,然后自己也弄一些东西。 然后这个东西在学校呢,需要联络老师,然后还有校外的一些东西。 所以说跟老师的关系比较好,然后而且。 你们这是什么学校啊? 就是每次考一门都要跟老师关系好一点吗? 不用,就是考好几门之前跟老师关系好就可以了。 但是之后关系也要好。 这叫批发加售后服务。 我作为大学老师,我听到这个该夺吓人。 那你这三年到底在干嘛呀? 我一直从…… 咱们说一下你的作息吧。 晚上几点睡? 有时候不睡,有时候就是十点多吧,十点多以后。 早晨一般上我的课是不去的? 就不是,一天都不去。 基本上是从来没怎么上过课的。 对,没怎么上过课是吗? 一天都不去。 老师认识你吗? 刚来就不认识。 但为什么选韩语呢? 为什么不直接去学表演或怎么样呢? 因为我当年曾经考过中央戏剧学院还有四川医学院,但是因为自己可能这个东西不太够。 然后…… 哪个东西不太够? 是表现自我的人,那我想问问你为什么喜欢表演?表演有什么魅力可以吸引到你,让它把它作为你的终身职业要去追求的?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接触表演是在高中复课的时候,然后学习的,考的是艺考,然后那个时候比较喜欢。 但是大学时间比较宽裕,然后开始上台。 上台之后,经过一次小紧张,我就发现我喜欢上了这个舞台。 我站在这上面我会感到很踏实。 兴奋。 对,兴奋也是,踏实也有。 就是我感觉很踏实,然后如果我一下台,我会感觉很落寞。 你就是为舞台生呢? 对,谢谢您。 你现在紧张了,我问一下。 你现在紧张了吗? 不紧张,不紧张。 这样啊,这样,你叫这样。 好。 他不是说要,他的才艺很好吗? 我改变平时的方法,我让他先秀才艺。 好,好,好。 先秀才艺,秀一下。 火星电视台,火星电视台。 观众朋友们,大家晚上好。 现在我们正在鸟巢体育场的看台上为您直播第99999件中国世界杯决赛。 中国队对毛铃球司队。 现在比赛已经进行了119分钟。 场上比分仍然为0比0。 双方还在僵持之中。 看来,双方不得不进入餐馆。 来! 射筒地奏都好了,射筒地奏队,射筒地奏队,射筒地奏队。 好吓人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看明白 你的表演是要把我送进医院为最终目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觉得你关键是前半截那个解说呀 如果人看球赛的话 会慢慢睡着的 节奏太慢 然后后来我才闹明白 为什么前面节奏那么慢 是为了把大家吓醒吗 对 为后面去世了 是是是 这样啊 现场的十二位老板 请你们不要有任何的态度表示 我想问一下现场的观众 你们觉得他刚才的表演 成功否 认为成功的举手 认为不成功的别动 一二三 请表态 好 这位穿白毛衣的女观众 哪里成功 我觉得他成功的吓到我了 你喜欢他的表演 谈不上喜欢 还行吧 还行 对 就是因为那一下 对 我觉得他的目的应该就是想吓到我们 然后他成功的吓到了 应该还算是比较成功 你的目的是不是让我们受惊吓 不是 是不是你的诉求 不是 你的诉求是 让大家感受到 就是那种 我不知道 有看球的感受那种气氛 我们确实能感到那个气氛 那四个字叫歇斯比里 谢谢 好 我不知道老板们会如何表态 但是我想先把我要说的一段话说出来 大学三年几乎没去上过课 不是 优点 明白 好吗 小亮 谢谢 十二位请选择 小亮应该继续 还是离开 还不错 有两家留了这 其实我留下来就想跟你说几句话 刚才那个张老师他的说法 我同意一部分 不上课没有关系 因为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都是半途退学 不上课的 但是你要想学表演 你就踏踏实实先去学 我从你的刚才的表演过程当中 我没有看到任何表演的痕迹 我想你应该看过周星驰的那部电影 它也是一个草根 它是怎么样去自己去刻苦的钻研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想你喜欢一件事情没有关系 但是一定要把当下的这件事情做好 好 谢谢小辉 我可以离开吗 谢谢 邵山 本来我们是一个高知密集的一个行业 我为什么想喂给你都不登 因为我能提供一份职位 你既能养家糊口 又能不断充实学习的职位 你的职位是什么 培训的主持人 培训的主持人 对 你可以听听老师讲课 从此呢 维持一下课堂秩序 你最不远去的 所以一个从来不去上课的人 去维持课堂秩序 对 好我明白了 当同学们快要睡觉的时候 他就来一段解说 于是大家都醒了 不是我们在课间的时候 因为讲管理学课程的时候 我们中间会穿插一些才艺表演 哦 他的这样能力 是能够在那个舞台上 有所发飞的 你提供的职位是培训课程的主持人 对我们叫这个课程顾问 你选的工作叫 演员 所以 邵山老师给你的这个职位 我很谢谢你 谢谢 没关系 像我的说句话 你以为登上舞台 能留在舞台上 就靠的是才艺吗 其实你有的 仅仅是勇气 你只是勇气比别人多 并不是才艺比别人多 千万不要站在舞台上 就有自己才艺多 准备不足 也许你来这个舞台 来得有些 冒失 谢谢 再见